极客鞋谈 最近我是测鞋一点都不平凡 因为要不就是指定的商单让老牛把鞋穿 要么就是这双鞋真的还有一点点不平凡 可以让老牛吃把草 有劲把活干 今天给大家讲这双鞋就是我觉得还有点特色的 最近老在纳闷测什么鞋好呢 群里面聊天大家就说要不然测测这双鞋 亚瑟士的Vswift FF 因为这双鞋有一个非常吸引人的特点 就是它是一双高帮的球鞋 但是它的重量比一些低帮鞋还要轻 你猜得出来吗 它的43码单只重量仅仅只有310克 这个是不是很吸引人的一个数据 会有让人那种想去冲动去尝试一把的感觉 分享前我跟大家弹幕互动一下310克43码的球鞋 你们还觉得能够找到其他的跟它差不多的 或者比它强的吗弹幕可以互动一下 反正暂时我是找不到了 所以拜托大家来给我杠一杠看看还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其实只要我不说的话 很多人可能觉得这就是一双篮球鞋 或者说它起码是一双可以打篮球的鞋 但实际上它是一双正正经经专专业业的排球鞋 那么我现在跟大家揭晓了这是一双排球鞋 然后又那么轻 那么大家会觉得那么轻的排球鞋它能打篮球吗 这个疑问先不解答大家可以先看看网上的照片 很多专业的排球运动员 他们打球的时候穿的都是篮球鞋 证明他们之间是有一定互补的 是有一定关系的 之前这双鞋Vswift的一代 跟亚瑟士的我最喜欢的交互补V11是供底的 都是章鱼锡盘底 那么就证明其实篮球鞋和排球鞋之间又是有交集的 那么这集其实也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鞋排球鞋它到底是跟篮球鞋 我们是等于关系 还是大与小与关系 还是互相为子级的关系 首先一上脚我感觉它跟V11是很像的 就是那种极致极致的贴地感 薄底竞速 你在篮球场上明明这是篮球场 但是你穿上这个鞋就好像回到了校园的田径场一样 想跑起来想动起来想跳起来那种感觉 这个感觉一上脚是非常明显的 再加上这个鞋鞋头有一点点微微上翘 跟之前的V11还不一样 鞋头上翘就会更有那种想让你把篮球场变成那种慢跑的感觉 就会让你的跑动变得更加有积极的感觉 会有那种想跑的感觉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双鞋能够叫斯威福特 Swift 其实斯威福特大家可能会说是不是那个Taylor Swift那个歌星 有可能是不是那个扣将 之前我们小时候看那个NBA球星斯威福特 扣篮很猛的球员 都不是 其实斯威福特就是移动速度很快的意思 特指移动速度 不是说quick 也不是说fast 他说moving fast 是移动的很快 所以为什么这个鞋是叫swift 也有可能这个原因 它很有助于帮助你去积极的跑动 让你移动速度变快 所以这可能是为什么swift这个块可以用在男生的名字上 然后我们摸一摸鞋面 大概是这种植物三明治网面 加热压 这种阴阳处理 这一面是红的 这一面是白的 有点像N1太极的那种感觉 就从设计上来说 这双鞋的鞋面还是很吸引人的 然后又是高邦 高邦又感觉很传统保护性很好 就很多人看了第一眼会想着 颜值上就很传统的这种 亚瑟士蓝球鞋不像最近这两年的 它又开始变得比较粗广了 像Amprey Ars 像Nova Surge 没有变成那样 它还是亚瑟士的秀气 江南女子的这种秀气的设计风格 我很喜欢 鞋面 你穿上去以后 你会感觉它的其实锁定包裹都还行 因为它的鞋带孔足够多 1 2 3 4 5 6 7 7对 然后在动态方面它没有任何处理 这只是在上面有两个稍微有点热压加强的鞋带孔 有一个问题是穿上去以后前掌脚趾外侧 这里基本上有一个食指的空间 是全部是多出来的 就感觉前掌这里移动的空间挺大的 虽然压脚趾不会出现像我们油体一带那个情况 上面空间很大 但它这里就感觉侧向的活动空间会比较大 就是前掌这里比较宽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给大家来藏四方前用的 应该就是给你的脚提供更多的侧向活动空间 上脚以后我又感觉足弓支撑好像有一点 因为它这里其实不是像V11一样 有硬质的TPU支撑 就是很强的足弓支撑 保护你的力线晃动 它只是有一点点足弓支撑 一个硬质的EVA稍微有一点点上翻 然后只有外侧这里才有TPU 所以它是一个内外不是特别均衡 就是内稍微弱外稍微强一点的这么一个足弓支撑 但是它有就是抗牛什么 偏后一点 确实弯折点偏后一点 包括内侧你也能看出来是偏后一点的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排球鞋的一个特色 并不是篮球鞋应该有的一个处理方式 反正我一上脚觉得这个足弓还是可以的 适配可能稍微高一点稍微低一点足弓都可以 但是正常足弓肯定也没问题 然后宽一点的脚穿进去很舒服 鞋面我们刚说的七颗鞋带孔有高帮的感觉 但实际上它是中帮 为什么 我们看看鞋盒上那个名字就是它是MT MT就是mid top的意思 中帮的意思 所以这双鞋其实也就是一个中帮的脚踝保护处理 但是我觉得已经对于篮球鞋来说已经很到位了 因为现在太多鞋都是这种低帮鞋了 其实它是舍弃了一些脚踝上的贴合感 然后让你去灵活的移动 当然这种鞋中底也就必须做得很稳健 才不容易崴脚 其实目前没有什么科学研究能够实锤 就是高帮一定比低帮对脚踝的保护好 但是很多人还是会愿选的高帮球鞋 就是因为他们脚踝的贴合感和安全感 会让他们打起球来更放心 这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对心理的一个加成 我确实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朋友 后跟港宝这里也很到位 其实你要说是排球鞋 说是篮球鞋都不过分 甚至是足球鞋都不过分 后跟港宝真的是很硬 就亚瑟士在这一块也是从来没翻过车 所以这双鞋总体我上脚一下 感觉就是包裹有点缺险 就是鞋头还有脚背这里不是很贴合 鞋是比较薄 但其他的问题基本上不大 我穿上以后就打球训练自己练球 就感觉我自己很喜欢做一个动作 就是横移后车步 为什么 就这个鞋老是感觉外侧这一块的支撑非常好 而且抓地急停它该停就能停得住 然后你要撤回来那一下也很灵活 因为你前掌蹬地的发力感觉很薄 就是那种发力的感觉也很直接回馈也很直接 我觉得这个鞋非常适合做侧向横移 包括你后车步右脚回来横移蹬地都很舒适 我们拆了之后发现鞋的鞋面这里 这外面多了一圈布 这个布然后在中底的定位线上 也是有一个虚线专门给它做定位的 我就证明这一块和中底是贴在一起的 就只是在脚的外侧这里是有做加强的 这个在哪双鞋上有见到 在之前花针做的东西旗一带上是有见到的 东西旗是横向急停变向这种后车步很多的球员 所以这一块是有加固的 而且是个一体式的 从鞋面一直包到鞋中底部下面 这个东西我说实话我还是第一次见 虽然它有一点像分离似的 中间是有分离似的 但是它依旧是在中底部这里给它留了一个空间 就是在做侧面蹬地 蹬地或者是抓地支撑的时候 中底部和鞋侧面感觉是很牢的 很一体化的 所以整个受力 是不是就因为加了一块这个布跟中底联系起来了 它就会更整 然后在这一块就不会那么分离 特别是不会出现像 蔡恩在NCEA球场上出现 脚冲直接冲出去 破一个洞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补墙在未来都可能会遇到更多 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实际上我那天在拿回鞋中午在写稿子吃饭的时候 我在看一些油管上的视频 我就会发现排球运动员的运动模式中也有横移这个部分 它有一点像滑步 但是又不完全是滑步 它其实就是防守的时候也要来回左右的移动去垫那个球 垫那个球 这个动作其实也是需要侧向支撑 所以我觉得也是为什么这双鞋横移上非常讲究 非常有专门的这种补墙 我吃饭的时候边扒饭边听韩国人在讲这双鞋的时候 就说这个好像后跟除了flatfoam还有叫 但是我看好像没有 这个后面都是写的flatfoam 然后我在各大网站上去查资料也没有说有叫 经过阿豪辛苦的拆解 它后跟是真的有叫 真的是有蓝色的纹像片 就跟我们之前拆解的所有的亚瑟士的篮球鞋一样 这就是什么隐形增配 有的企业他跟你说 他给你装了抗球片 实际上没有 有的企业他跟你说前面有气垫 实际上没有 那亚瑟士不一样 他没跟你说有 但他有了 他跟你说后跟只有flatfoam 但实际上里面还有叫 这种增配的行为我觉得 对于很多车企 还有运动鞋企业来说还是相当打脸的 所以还是要提一句亚瑟士这个行为还是挺加分的 所以为什么我穿这个鞋 后跟纯纯的落地是感觉脑子不振的 就是有这个原因 我当时还是以为 flatfoam这个EVA配方真的牛 为什么后跟落地一点也不振 后来发现其实里面还是有轿 虽然这个轿很小 但我觉得对后跟的缓冲多多少还是有点作用的 而且他提都没提 这个我觉得非常好 但是我们拆解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鞋前后落差还是高 有9 9毫米的前后落差对于我来说已经是我不会穿了 就平时走路我肯定不会穿 但这双鞋还有它重心低 我感受不到 在静态包括自己练习这种半场的情况下是感受不明显的 但是我在全场的跑动中就感受非常明显 这个鞋由于前后落差高 前掌还加了一点翘度 你当然是在跑动中非常积极非常的顺滑 但是你跑的时候就有点感觉停不下来 因为前后落差高 前后落差高你的身体重心是往前倾的 整个步态也是往前倾的 他对你的步态是有一点点干扰的 这个时候你再打全场篮球 特别是我有两个上篮 完全没有进 这个进和不进可能是我球技的问题 但是落地我的姿态 我觉得我的姿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都是左脚单脚先落地 然后右脚随着下来 我觉得好像左脚的膝盖有点痛 所以我觉得这个鞋可能就是因为他前后落差高了 然后内侧可能没有像篮球鞋一样有一个硬性的足弓支撑 所以在你打篮球的时候 你有那种不规则运动的落地情况下 或者鞋着落地的情况下 它的立线这种稳定就不是特别好 你看看它的抗扭片 这是它外侧的 外侧也是这种软不拉击的 然后内侧的这种一位就是软的 真的是软的 就没有办法去跟什么说 这种V11的这种 纯塑料固件的这种足弓部的支撑去比 你们就看落地的慢镜头 你们去看 你们感觉有没有一点膝盖和脚尖 还有踝关节那个方向不一致 那个立线感觉是有点偏的 反正我是看画面 我看不太出来 但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膝盖好像扭了一下 或者膝盖稍微就得不到那种缓冲 特别是这个鞋前两又薄 很贴地 什么又没有 然后立线再一歪 那就是雪上加霜 再加上足弓支撑 这内侧是软的 所以我觉得这双鞋在落地的时候 特别是对我这种低足弓的人 或者体重比较大的人 还是给不到应该有的缓冲的 或者说它的立线的一个支撑的 说到最后这双鞋我可能觉得排球鞋 一就是篮球鞋的一个子级的一个小的原因 因为大家可以想一想 你在排球运动中 你很少看到前后场来回的跑动 大概都是在一个半场里面跑动的 哪怕冲刺或者是直线跑动 也是在一个短的距离之内 可能5到10米 这篮球场地可能是一到两次的这种快攻折返 加起来可能累积起来 3到50米的这种冲刺 或者是折返跑 所以它的直线加速急停或者是说距离会更长 所以排球运动天生就因为它的运动模式 比篮球鞋覆盖面积没有那么大 所以我觉得它的运动功能上会相对篮球鞋会少这一块 就是一些长距离跑动之后大的起跳 大的落地 而且是不规则的落地 这个可能是这双排球鞋没有办法可能覆盖到的一些 全场运动范围的这种篮球的一些动作模式 另外就是我想说的这个鞋的前掌没有章鱼锡盘的圈圈了 这个圈圈其实在做转身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管用的 我觉得这双鞋就是在做一些转身的时候 其实感觉摩擦力会过大 会自动的感觉多过于那种旋转丝滑的感觉 所以它的转身也不是很适合 OK我们最后总结一下综上所述我觉得目前看来排球鞋就是篮球鞋的一个子极 但是它在子极中它会优化一下它的重量 优化一下它的垂直的直线的跑动的感觉 流畅度也会优化一下它的横移 不是所有的篮球鞋都会在下面贴一块小布的 这双鞋是有的像V11就完全没有 所以我觉得在横移中和直线跑动中它都有所加强 重量上也有所加强 但是在它的一些不规则运动的落地情况下 还有包括一些冲刺急停的情况下 长距离的跑动的情况下急停的情况下 它是没有补强的 所以它是在某些方面的功能又是做了削弱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一路走来 这个鞋已经出了三四年了 就是第一代他们还是供底的 我们还是好朋友 但是到后面可能就越走越远了 不再是一条平行线了 大家开始就慢慢的往不同的方向走了 它走向了排球鞋更垂直更细分的一个领域 它依旧是篮球鞋可能走向更壮实更结实的领域了 你认为运动鞋的发展是会更加的不趋同 还是更加的趋同 像我们前几年都能看到排球鞋和篮球鞋还是同源发家的情况 像恩佐也测过hyper attack 对吧 也测过耐克的排球鞋也能打篮球 然后我们也之前说这双鞋跟它是供底的 未来是不是会越分越开 各个细分领域都有自己专属的篮球鞋 之间能相容的情况会越来越少 还是大家认为随着运动的最后发展 最后大家运动模式会越来越接近 鞋又会回到原来的共同互相相容的样子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投投票 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很多人就为什么想买这样的鞋600多吧 为什么会想买这样的鞋去穿这个鞋能用的场子 就是因为这个鞋现在越来越贵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太抱希望这种鞋能够继续来帮你打篮球 这个鞋可能目前我穿下来就适合半场的范围内 然后身体不是那种非常重的 足弓是正常的人去穿 可能地足弓和高足弓其实都不合适了 因为它力线控制并不是特别稳 但是半场你打打这种养生篮球 然后你又是横移变相比较多的那种球员 小个子球员我觉得这双还合适 还不错 虽然现在亚瑟士篮球鞋真的很贵的 但也不一定要买这双排球鞋去找回来那种性价比的感觉 它很难找回来了 好吧 所以最后如果真的有打排球的人看完这期节目 我觉得你是最幸福的 你可以去买这双鞋 这双鞋真的可能对于排球运动员来说 它比篮球鞋又更合适了 这次极客鞋谈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 拜拜